明年將來台灣舉行見面會的韓國超人氣團體 Running Man人氣超高 搶票搶翻天 現在已經出現門票詐騙的情形了 請大家特別提高警覺 韓國超人氣團體Running Man 預計明年到台灣舉行見面會 讓粉絲好期待 兩名月收入只有22K的小資女 得知偶像即將來台 特別所以節食 吃了一整個月的泡麵 就為了購得入場券 卻沒想到遇上詐騙集團 這個賣家為了取信被害人 還用通訊軟體傳了入場門票的照片 要求先匯款才會寄出門票 被害人不宜有他 立刻匯了一萬元 對方卻再也聯繫不到 像我看太難搶了 只好上網罩 大家辛苦賺了錢 只要用這種手法真的很過分 刑犯呢大頭貼 都是用年輕的女性 抱著一個小寶寶這樣子的照片 來讓這個被害人降低戒心 Running Man見面門票開賣才三天 就已經有12人上當受騙 網路交易陷阱多 購物還是盡量選擇面交 或是貨到付款的方式 才比較又保障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就是我們在莫菊 的寶寶 我們很快要